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預算報告之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副秘書長報告部會首長請假請請 報告委員會行政院來涵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鐘本日中午12時至下午3030分 因公請假由薛次長會員代表列席 經濟部王部長美花本日因居家隔離 由陳次長正齊代表列席報告完畢 現在請陳嘉華委員諮詢 巡查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委員你好 院長 很高興今天能夠跟你直接來做一些質詢 那我們看到這個COVID-19這個病毒 我們知道病毒其實常常都是要靠免疫力的提升 然後去對抗病毒 然後痊癒 那剛好這個病毒呢 我們知道從前年年底開始 在全世界就有非常大的風暴 那這個圖是我們辦公室整理的這個表 那這個表是看到就是說一些疫情非常嚴重的國家 譬如說英國從這個疫情開始到現在 就死了12萬多人 那德國呢是89000多人 那這個數據是到今年的6月4號的數據 那就是說可以看到很多國家真的是很嚴重 而且是這個三級以上的這個情況呢就是非常的久 那在這裡我就要先跟院長提到 就是昨天也有許多委員提到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要讓居家可以來做快篩 那這個是德國的一個家庭 他們就是他們在家裡呢在學校呢都是廣用這個快篩試劑 那國內呢是不是有快篩的這個成功的這個產品呢 我們知道在衛福部去年6月1號呢就已經告訴我們 國內就是有研發計轉成功的這個快篩的試劑 然後食藥署也授權國產抗體檢驗試劑 那去年8月也有多家廠商獲得食藥署合可的這個試劑 然後再來呢今年4月30號 食藥署也核准了多家的廠商生產快篩試劑 所以呢昨天陳部長提到說要進口 其實快篩試劑是不需要進口的 我們現在就有很多十幾家的這個國內已經通過快篩檢測的這個廠商了 所以說我們看這個圖片就是像德國或者是美國歐美很多國家呢民眾就可以在商店裡面去買到這些快篩試劑 然後呢在學校的小朋友呢甚至他們在家裡在學校上課前15分鐘呢 老師也會叫小朋友自己去操作這個快篩 然後全部都音訊呢才可以開始上課 那這些快篩的這個音訊呢 就是確認到現在德國他們還要去拿到證明呢 他們才可以去搭鐵路啊搭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那英國呢也免費給國民這個測試的快篩 這個檢疫室的這個快篩的這個試組 所以本席在這裡要請院長知道就是說 這個快篩的這個 這個執行呢的確是歐美國家都已經在做了 那他們的疫情在我剛開始跟你講 他們的疫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死了那麼多人 所以這現在就是說我們怎麼控制這個疫情 現在國內有這麼多廠商 那我們要去找到實測可用的試劑的好的這個廠商 讓他們去比對PCR如果說90%的有效率 那這樣子的快篩試劑就可以來採用 那這個方式呢 現在就可以做了 但是呢 就是說是不是我們把這個快篩試劑 列為這個醫療器材管理辦法 第二條的最高風險的這個第三等級 那我們知道第三級的這個高風險的這個器材 像心律調竊器啊子宮內器材啊 嬰兒保濕箱等等 就是說這些有可能是資源生命 或者是植物體內的一些器材 所以才必須要經過允許才可以販賣 但是現在我們是買不到 民眾買不到 那民眾要讓民眾買得到 是不是我們這個指揮中心或者是衛福部 要去讓我們民眾買得到 讓我們現在有 國內的廠商十幾家能夠來販賣這些商品 好院長請回答 謝謝委員關心 我們知道現在國內生產的快篩劑 是要醫生使用的個人生產 個人使用的 國內沒有生產 我們已經跟廠商溝通過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民眾可以用的這個快篩劑劑 所以我院長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你你在確認 對現在我們用的 這個部長跟我說明 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我請簡單回答 我們有國內廠商 請陳部長 是不是可以不要把它列為第三 最高風險的等級 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可以嗎 現在來講國內的訪單上面 都是醫事人員使用 因為你沒有允許可以賣啊 是衛福部的關係啊 衛福部不讓廠商賣 基本上是自租的東西 國內已經有實際家製造的廠商 不需要依賴進口 我們怎麼先允許他賣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實際的方式 我怎麼請他賣 是衛福部現在還沒有允許他賣 所以我在這裡是請衛福部 要讓他們可以賣 可以賣 那現在我們也請相關廠商 能夠趕快來提供 可以自己使用的 剛剛那個廠商 就是本期已經給 剛剛已經給你們看過了 就是這個表裡面的廠商 就是現在 國內已經通過EUA的這個測試 可以生產的廠商啊 他可以生產也可以賣都沒有問題 只是在使用的方式上面 這些都是醫事人員在使用的 部長你是指揮中心的最高的這個指揮官 所以本期請你比照國外歐美現在的做法 趕快來成立這個讓民眾可以買到快篩 就是病毒你也是醫師 你知道病毒就是要靠免疫力 所以我們要讓輕症的人自己快篩 他應該知道自己如果是陽性或陰性 然後他可以自己在家裡好好的待著 所以這個是歐美現在都還在做的方式 我應該提出來說要做平行試驗 要達到百分之九十 到目前的產品都沒辦法了 那個部長 國外現在已經做很久了 我不跟你吵了 拜託你趕快做 要把它列為第三 我只是說 這個醫療器材 不要列為第三等級 然後 讓民眾買得到 可以不列為第三等級 那沒問題 院長拜託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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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院長 可以嗎 趕快來責成這件事情的進行 委員 委員我們心都一樣的不用拜託 我們急得不得了 讓民眾可以買到 國外金額我們盡量幫忙 國內生產只要符合規定 我們都盡量讓它可以 因為你衛福部已經核可 他們可以生產了 你現在不能用其他的理由 去阻止他們讓民眾在國內 不能買到 這個就是沒有道理 我們急得哪到都來不及了 謝謝 院長再來三加十一的政策 因為這個政策也是大家這個質疑是破口 那這個政策現在是不是還要繼續執行呢 那怎麼究責 譬如說 我們知道指揮中心是一個指令 但是其他的管理單位 還是要加強做這個疫情的管理嘛 對不對 那這個政策現在我們要怎麼樣去 做這個相關的究責呢 請衛福部長跟你說明 三加十一是在去年一整年 我們所做的一個對航空人 現在還要繼續嗎 那現在是三檢陰 那才可以 那管理怎麼落實呢 那就是要每一次都要把它裁檢好 那航空公司要負相關的一個責任 指揮官有沒有把握 這他們都可以做好呢 你有沒有把握呢 目前都執行的還算是 好 希望能夠趕快落實 好 再來 我來提到這個疫苗的部分 院長 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讓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裡是有以色列 還有冰島 還有新加坡 三個國家 他們自從疫情 這個嚴重的確診 那個曲線如果增加就是 有很多確診 但是他們施打疫苗之後 確診人數就變少了 那個曲線就變平了 那他們這個打疫苗的情形呢 像冰島累積確診 是六千多人 以色列是83萬人 新加坡是6.2萬人 那他們從今年的年初開始施打疫苗 然後這邊有施打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施打的比例是很高的 那冰島也到80% 這個是除以總人口 新加坡也是69 那我們看到他們施打疫苗之後 確診的人數就降了嘛 所以表示他們施打的疫苗是有效的 那這個疫苗的種類是買這個BNT啊 買這個莫德納 他們打的主要是這兩種 但是有一些國家呢 像這個智利啊 阿根廷啊 巴西 他們打中國的這個科興 中國的這個國藥的疫苗呢 那我們以這個智利來看 他們到現在的這個確診人數 6月4號還有8千多人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 這個雖然有打這些疫苗 但是他們的確診還是很高 所以要讓院長知道 現在有些國人 想要說買不到疫苗 想要去進這些中國的這個疫苗 那這個部分呢 也請這個行政團隊 這個指揮團隊這邊要注意 就是說這幾個國家的這個確診是 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很高還是很高 表示這個疫苗有效性是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號 所以是不足的 那我們從這裡 其實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疫苗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這個 有補助這個高官啊 聯亞或者是國官 他們去研發這個國產疫苗 但是我們知道 國外要成功研發一個疫苗的預算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如果運氣好 是不是有這十幾億加起來的補助 就可以產生一個國產疫苗成功的研發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呢 現在就是說 這個三期的這個試驗 還沒有做嘛 三期的試驗還沒有做 那總統就說七月要打了 那這個解盲與否 現在我們說二期的解盲與否 因為那個只是安全性的試驗而已嘛 指揮官對不對 安全性那當然有中和抗體相關的一些 因為二期就是代表安全性還有有做抗體嘛 但是他是並沒有做這個有效性 所以本席在這裡就是還是要提醒 這個我們指揮中心或者是提醒院長 我們現在的這個EUA的標準跟國外的是不一樣 那我們看到FDA或者是 FDA看到圖上的三期標準 就是通過EUA的這個三期就是至少要做其中的這個分析 然後確診就是說 在這個安慰劑的對照組至少還是要有五個人是重症的 但是我們看到 食藥署定的這個EUA標準呢 就是只做二期 而且 只做這個抗體的這個顯著提升 所以這個是不相等的 但是我們現在又聽到就是說 對這個是深測會 他們也是這樣的主張 就是說至少要做三期 那現在有一個Novavax Novavax他是在申請這個 美國或者是WHO的這個EUA 但是希望衛福部不要說 因為Novavax跟我們都是次蛋白的疫苗 就要比照這個Novavax 就要來給國人施打 希望不是這樣吧 指揮官是這樣嗎 這都還沒有解盲啦 那兩家公司都照著原來既定的程序 可是你不能講解盲 我剛剛已經跟你說解盲只是這個二期的解盲 對那個讓科學去講話啦 現在這個東西也不是說立法讓它通過讓它不通過 讓科學讓我們參加 是剛剛你去說總統說七月就要打國產疫苗 那本席是提醒 就像我剛剛說的中國國藥或者是科興 他們因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有效性 所以打了以後疫情就更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也拜託院長跟指揮官 一定要考量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我們打錯疫苗這個疫情是會很慘的 會更慘 國外的經驗其實是可以讓我們做借鏡的 那這邊就是提醒就是說 因為指揮官部長一直從昨天到現在 一直說讓科學會講話 所以現在科學因為我們沒有做三期的其中試驗有效性分析 所以科學是不及格的 所以這邊還是要提醒 所以我們整個EUA的公關希望能夠國產疫苗還是要有 這個三期的其中分析 那如果我們還沒做的時候 那趕快去跟國外採購疫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拜託院長我們還是要趕快來採購 而且這個疫苗最好第一劑第二劑 兩位都是打AZ疫苗 所以希望你們第二劑也是打AZ 那我們都還沒有打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打到像國外比較有效的疫苗 那另外這個單株抗體的準備 還有這個登山這個大火 引起這個NCC的高官造成這個大火 我們也希望行政團隊管好我們的政府官員 能夠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好謝謝 接著請蔡碧如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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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蘇院延工來的 xi 餘院照 請蘇院基詢 5また 16年前 蘇院超市 請蘇院每個小時 194例的,死亡超過三百例 我來自第一線,我昨天還去和平醫院賽檢站值班 看到第一線的護理人員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同時也就爆發了所謂的離職場 光是今年的二月到五月就有795位護理人員離職 那比較嚴重的都發生在雙北 那護理人員呢,站在第一線 第一超時工作 二,犧牲假日 犧牲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還時有所聞的 要爆出一些無預警的一些被患者的霸凌 甚至肢體語言的一些人身攻擊 護理人員呢,休息還有裝備 我在第一線看到 我希望衛福部能夠要有所改進,有所加強 甚至希望能夠專設給醫護人員 有心理輔導的一個團體機構 因為團體的衛教,團體的心理諮商 對他們才能夠有實質的幫助 跟家人之間,常常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跟家人之間的一些大愛小愛的拉扯跟一些權衡 其實是很令人不捨 所以常常會爆出所謂的離職草 院長,你知道嗎 你認為現在護理人員有沒有離職草這件事情 如果院長你認為沒有 那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護理人員就天生 就應該要耐操耐打 面對病人的無理取鬧 甚至暴力相向 都應該要欣然接受嗎 我們非常感謝全國醫護人員 在第一線為民眾 為疫情的控制 任勞任戀,犧牲奉獻 全國同胞一樣都非常敬佩跟感謝 確實如委員剛才指教提出的那些問題 確實是他們最辛苦的地方 非常謝謝 你知道嗎 防疫津貼到現在 仍然有部分的醫護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沒有拿到 拿破崙說均無兩則散 作戰的時候兩草先行 防疫津貼一定要準時到 但是防疫津貼從去年的第一世紀 我在第一線聽到他們還有兩成還沒有拿到 今年的第一季還沒有完全播下來 我希望院長跟部長不要 站在只是用口頭上面去感謝醫護人員 所以蘇院長我想對相對的第一線的人員 我現在的要求 第一線人員的防疫保險 政府做了嗎 能不能提供未來一到七年這個長期的 防疫的準備 讓第一線的護理人員安心 其實我跟你講這些護理人員也是人生父母一樣的 我們會有情緒 我們也會有需要對抗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我希望政府要能夠讓他們安心 但是如何讓他們安心 如果讓他們安他們父母的心 所以我提出三點 第一 防疫今天一定要準時到 而且臨床的物資無余 二 防疫的保險要讓他們安心 讓他們的父母讓他們的孩子安心 第三 要落實執行第五類的傳染病防治工作 治傷病或死亡的補助辦法 院長這應該不難吧 我現在請部長先回答 我沒有要請部長回答 我今天想今天是專案報告事情 院長請院長能夠承諾 我覺得 委員長這些都是我們應該來做的 沒有不合理的要求 好院長你同意了 好接下來呢 想跟院長究竟幾個問題 CDC的指揮問題 三級警戒延長到6月28號 其實這疫情已經蔓延到工業區的移工群聚 這些護國神山門的一些確診病例 每天都在報新增 情勢非常的危急 馬上如果即使現在全國開始全民接受疫苗 最快也要到第三劑 我們才有機會慢慢的恢復正常的生活 何況現在疫苗根本就不夠 所以本期要提醒行政團隊跟CDC 第一 老天爺已經過去給台灣一年多 準備部署的時間 但是我們浪費了 從現在開始務必老老實實的 不要純心純僥心的心理 二 防疫是科學 不要企圖粉飾太平 疫情數據越完整 準確 越能精確的評估風險 做出最適當的防疫措施 疫情的演變成國安問題 我在這裡想救教院長 部長級的CDC 事實上是扛不起這樣的一個指揮重鎮 三級的警戒二度的延長 其實這時候已經是變成一個國安問題了 這個疫情已經不是只是單單的公衛問題 升級到可能動搖國本的國安問題 這時候的醫療專業 他可能只是佔一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卻用醫療在解決社會問題 我告訴部院長 這個成本太大了 所以必須要由最高的層級來統合國家機器跟資源 才能夠去應對這樣的一個危機 但是目前的部長級 我認為是不夠了 已經顯出疲態了 因為我們看到CDC 立不從心 第一 部長級的CDC 只能協調跨部會 他沒有無權 只會調度統合的國家資源的防疫 譬如說 據我所知 CDC日前想要徵用國軍英雄館 作為集中防疫手 就遭到國防部的玩具 當然後來免為配合 但是這些都是軟定制 其他部會 我相信對CDC的指揮 會消極的回應 這也是實有所聞 第二 指揮官陳時中已經撐了一年多 疲態百出 四月初本土疫情爆發以來 國人看到的CDC是跟著疫情跑 而不是超前部署 撇開疫苗採購不談 從樂區的設置快篩站 加強版的防禦旅館 防禦車隊 防禦的一些快篩需要的快篩跟PCR的並行 再來講到停課停班 這個都已經不是衛護部能夠去做的 到企業的製設篩檢站 這已經是到我們的經濟部的一個層級 這些都是地方跟民間先行 我們的CDC才跟上 所以在這裡想問院長 CDC改組升級 院長願不願扛起來 我想提一個案子 2003年的時候SARS作戰 陳水扁是親上前線指揮 現行的CDC層級跟指揮量能顯然已經不足 改組的散彈越來越高 若比照SARS 你可以預期到我們未來的指揮官應該是誰 蔡英文總統 戴清德副院長 或者是前副總統 陳建仁的等級的指揮官 所以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院長 你願意扛嗎 各位委員 這個分析整個疫情確實嚴禁 但 過去一直以來 陳時中擔任指揮官做得很好盡心盡力 現在疫情嚴禁 我們其實是舉與國之力 來撐整個防疫的工作 我們一直都由行政院整個個團隊 對CDC非常困難 包括像 剛才你舉國安部 國安部的專責醫院 也 都直接都配合 包括 你舉經濟部 經濟部相關 甚至於連科技部 科技 科學園區 勞動部 所有移工 大家都一起 來面對防疫工作 甚至於 採過疫苗 總統 都在第一線外交人員 國安團隊一起努力 第一線來扛責任就對了 不是 責任 我們都要扛 但 三加一的怎樣 有些誤會 或者不知道內容 我要特別澄清 好 疫情的緊急 朝野應該要政治修兵 同心防疫 但防疫不能作為 行政卸責的藉口 後悟的決策 應該 該檢討就要檢討 但是也沒有必要 要無限上綱 若胡特的事件 就是帶入因果便秘租 導致邊防失守 引爆本土兵力 導火線 就是航空機組員的三加十一 居檢隔離決策 但是這致命的三加一決策 到底是誰做的決策 什麼時候做的決策 在什麼地方如何形成 至今 其實都說不清 最後 最終指揮官陳時中的說法 就是說 沒有會議紀錄 好 蘇院長 你至今言明 這麼重要的會議 卻沒有公文 這種說詞 你接受嗎 我 變乾邊境的防疫守則的重要會議 卻忘了做會議紀錄 這麼鬆散的CDC 你容許嗎 不是 我跟你講 蘇院長 在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拿出你 蘇院長 衝衝衝的破例 負責的追出公文 徹查本案 讓真相 跟國人 告訴他 三加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院長 你查嗎 委員 疫情嚴禁變化末端 很多的會議 大家集合起來 你具共識 做成決策 不是做會議紀錄 而是決策出來 所以你們現在 馬上通知各方面 馬上進行 是這樣 這是在行程決策 是這樣 瞭解 接下來我想再救教院長的 超前部署 卻原地踏步 但是第一時間 院長卻出來寫臉書說 叫國人收心 去年 最夯的兩句話 院長你知道吧 超前部署 有政府會做事 結果今年5月15號 指揮中心 宣布三級警戒前 蘇院長在臉書上面發文 比起去年 我們有足夠的防疫經驗 人員的訓練 更充裕的物資 也持續準備 對邊類防疫跟紓困的預算 結果你的所謂的充裕的物資是 口罩 酒精 衛生紙 泡面 防護衣 防護面罩 但是事實上我們 確切需要的是 快篩試劑 篩檢站 PCR的檢測量能 專捨病房 集中檢疫所 醫護人員 中央與地方 篩檢的通報的SOP 準確的疫情的一個數據 以及最重要的疫苗 以上 通通不足 好 院長 告訴國人 在臉書上面 叫大家要熟心 因為政府的致門 鬆散 果然被迫 所無寸鐵的去面對這個 英國病毒 社群網絡上怎麼摧殘 有政府會做事 被 改成為 有政府 會病事 已經超過 三百人死亡 我不是要今天的報告 今天的結果是什麼 人民的心 很痛啊 院長 蘇院長 沒有自我反省 反而第一時間要檢討人民 要求人民說心 這波疫情 已經發展超過三百人 你這樣解釋不好啦 因為 你知道了嗎 說心的意思就是大家要警惕 大家要一起來 這個沒有任何壞意 更沒有指責人民 不要這樣扭曲 從去年的防疫魔幻生 到現在 今天變成死亡率 高於全世界的人 正因為我們的防疫魔幻生 所以大家難免鬆懈 所以我說大家要警惕 你 沒有要確則或者指責人民的意思 千萬不要互惠 好 院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這個看待 全 這個看待死亡率高於全世界的平均 你怎麼看 你怎麼想 這個委員 如果這一點你應該更專業才對 這一次確診的 百分之九十二 都是六十歲以上 你知道高齡 有慢性病 你比誰都懂啊 所以 這個確診力不是這樣比較 除了關心紓困四點零 我們要更關心的去疫情 對紓困呢 只是治標的救急措施 要效有限 而且呢 效期很短 平息這一場的疫情才是 治本之道 才能夠讓台灣扭轉危機 重獲新生 好 最後我想 問一下院長 院長 你的雙標 地方列屋 中央力挺 六月六號 台南市長黃偉哲公告 鼓勵民眾檢舉返鄉民眾 引起全國跨欄 民進黨的台南的立委 跟市議員聯名反對 但還是以意孤行 前天 陳時中竟然還背書力挺說 獎勵措施由地方政府 市企財政狀況辦理 但是 上週 五月三十一號 立法院院會通過三讀通過的 互代決議 要求 對路徑離島的旅客 要進行全面的普篩 隔天 六月一號 蘇院長說 布隆國中有國指揮中心 火速的 撤離了離島 縣戶的一些路徑的快篩公告 院長 民進黨的地方列屋 民進黨的中央力挺 製造國中有國 但地法院的決議 陳時中可以無視 蘇貞燦院長 陳時中 指揮中心陳時中 這樣的藐視國會 踐踏民主 然後我們還在這裡開位 現在是在玩民主交交酒嗎 委員你這樣講扭曲了啦 不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一直認為應該同步的 好 謝謝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然後也跟主席報告啊 如果 我沒有請部長上來 請部位首長 不要主動上來好不好 不要主動上來齁 因為今天主要是 請教院長齁 第二 院長 你昨天說了一句話 我給你記齁 你說錢要用在刀口上 有說這句話嗎 我同意 謝謝 但是請你看看 你們編的預算 裡面 我隨便舉兩個 第一個 榮委會 他編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榮委會信用部 做貸款 每一件給五千塊啊 編了一億兩千萬 這不是綁著嗎 其他的銀行 也在做貸款 沒有錢耶 大家都只來應付耶 啊為什麼 榮委會 陳吉仲委主委 好好給我做公關耶 有幫助耶 第二個 NCC 變了巴鈺 打唐鳳 的臉啊 唐鳳你知道嗎 唐鳳 唐鳳 5月19號開記者會喔 說那個十連制 QR code 掃下去 你們的錢喔 八大電信商 完全吸收費用 電信商啊 五大電信商 自己吸收 結果 八十億者的 簡訊費用 一折一折 一折 一折 變了八億 還有其他啦 我直接舉例啦 院長 你要好好頂主機長 把關不緊啦 這個預算就浮邊 趁我打結 這兩筆價錢就九億多 九億多 可以讓九萬個窮人 一個人可以多領一萬塊 宿困 院長 我提醒你 好好看一看你的各部位 不要趁我打結 法國難財 借機房裝 借機拉後自己的光C 太平是ACC 當初五機 拿了一千四百億 已經退後給五大電信商 一百五十億 八億還要送給他耶 有道理嗎 你告訴我 謝謝委員 其實這是有誤會啦 因為 民眾使用不用付錢 電信商我們要求他 要擴大服務進加碼 所以相關的設備等等 這是這樣的費用 來 我還不聽 他如果這樣寫 醫生需要這樣寫 所以因為要擴大服務 電信商要這樣寫 你要這樣編 但是他編 不是這樣編 他就是編 一折一腳 總共八十億折八億 你就寫在那邊 你看看你怎麼寫 說就這樣寫 委員 說明應該說明清楚啦 不是說明清楚 這就是他跟你騙啦 齁 大家胡攏 社會 謝謝委員 被抓到了 我一定把這筆預算砍掉 你就要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我砍掉這個預算 這個委員 我剛才已經說明 那如果預算有哪些地方編的 不對不好 那預算審查 這個非常不對 我可以 他擴大 他的營運 他引導的事情 你被探機 但是他承諾了 唐鳳五月十七號 公開說 五大電信商 自行吸收費用 為什麼 每一輩 每一輩 農地出 給我幾個我們出的 我們建物出的 司機長有沒有看 我們出的 對不對 從這裡面出 這是非常惡劣的 NGG十五位 非常惡劣的 他要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要是拍 五大電信商的馬屁 拼命抱上他大腿 不好老 好 第二個來 我實驗少 我實驗少 第二個問題 要是 哪個 法治 伊福 對 陳德議員 集團 大閃 我們還是試疫情 我們還是試疫情 現在已經有延後 那如果 那希望 疫情 在疫情期間當然可以 要延後 我會請 財政部這個試疫情狀況 整個來 為人民安全安心 沒有 我先問你 可不可以確定 疫情結束以後再一個月才報稅可以嗎 那我請財政部委員 你委員的指教 可不可以 這個財政部可以來 來來來 別說 一個月 對 就是三起疾風以後加一個月 給誰 我請部長 我請部長可以 給你報告 好 部長來 快點 我請我們請就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目前大概有四百五十億萬人已經完成 我知道 還有三成月報嘛 百分之九十九 我知道 用網路申報 我都算過 我都算過 我們目前還是鼓勵網路申報 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們今天有發行稿說希望在六月三四號 因為這個涉及到系統還有國庫調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 國庫調度是要騙人的啦 院長你沒辦法騙死啦 國度調度一點問題都沒有 國庫今年的證交稅 已經超過了一億一千五百億了啦 已經比去年整年度的證交稅都還多啦 不要這樣子講啦 委員你不能這樣講 人血啊 這部長人血啊 我們還有後面的 部長人血啊 你六月二十八號才幾封 六月二十八號 如果我去問你 如果六月二十八號疫情沒有控制 你繼續延到七月中旬 你難道六月底一定報完嗎 六月底一定報完嗎 這個是我們考量現實的一個情況啦 那我們還會再 你回去研究啦 部長 你把人封到六月二十八 結果你說六月底以前已經報完 有些人要面對面接觸 你們的人都跟我澄情啦 稅務人員都跟我澄情說 能不能讓他低限 不要接觸低限 能不能延後報 是你們的人跟我澄情的啊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好 這個所有低限人員的防護措施 人血 這個才是部長叫他人血 來我們看第三個題目 你回去幫你請問吧 我們看喔 部長這個可以請設施中部長一起來 請衛福部陳部長 我們在鼓勵企業界啊 都設快篩戰 齁企業界可快篩戰 請問立法院可不可以設快篩戰 部長 這我沒有什麼反對的理由啊 是嗎 我打電話問你們 指揮中心的發言人莊能詳 他說尊重 結果跑來跟 立法院的秘書長說 不可以喔 會造成恐慌喔 不可以喔 啊尤其副院長說 我設了以後怕其他的人來 跑來快篩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在此啦 有人說不在 這個蔡副院長 我深重的跟你報告 今天 立法院冒著生命的危險 來審這筆預算 你要確保每一個 委員助理們的健康啊 7月都可以設快篩戰 為什麼立法院不可以設快篩戰 你們的莊恩像就告訴林志佳 打電話給我是不可以設 沒有說不可以設 不可以設 他講的 林志佳請我給我打電話的 他說莊恩像告訴我不可以設 不可以設 你們指揮中心比立法院大 這根本不讓你們的錢啊 立法院自己有錢 自己有護理師 自己有醫生 為什麼自己不能設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在這裡 對 可以喔 可以好 立法院可以設 我謀生要求 我們 強制大家要殺人 還是要根據我們的規定 在設立快篩戰 那沒有問題 要設沒有問題 要設沒有問題嘛 你既然鼓勵 你也鼓勵自己帶回家宴嘛 對不對 對 我們在看啊 那各機關可以不可以 嗯 各機關可以不可以 各機關 比如說經濟部可以不可以 財政部可以不可以 主機總署可以不可以 沒有所謂的禁止 大家要設 只要適當的跟醫療院所的一個聯繫 那排得出人來 那就可以做 但是都不採取強制啦 現在 但是你鼓勵各單位自己設吧 如果自己能夠 你鼓勵設吧 你鼓勵不鼓勵 基本上要設我們都不反對 我們對地方 尤其熱點區域是我們第一優先 那請 企業界你都開放囉 政府單位為什麼你不開放 沒有不開放啊 都開放啊 都開放啊 都開放喔 都准許喔 對啊 好那就是 從下開始 經濟部財政部國防部 他們如果設開設站都可以 就這個意思 可以啊 再來我請教蘇院長啊 兩位長官看一下 蔡英文總統 在臉書 因為 日本的藝人 自尊建 因為COVID-19死掉了 他發一個臉書 哀悼 某種程度也是道歉 台灣到現在已經三條 三百多條人命死掉了 蔡總統難道不應該會這個事情道歉嗎 蔡英文總統 你聽到回答一下可以嗎 蔡英文總統 我對於 任何生命的消失都覺得很遺憾 尤其國人同胞 在這一次受疫情 這樣影響 我們政府 沒有百分百照顧好 這是政府 覺得非常對不起的地方 昨天我和陳時中指揮官 在這裡 好 這我知道 你昨天已經要見了 那能不能 拜託你一下可以嗎 拜託你回去跟蔡總統講一下說 賴是法委員 拜託你 偷一句話給蔡總統 請他出面向全國人民道歉 可以嗎 這就可以吧 對 委員的意見應該 都會 不是 你可以帶回去跟他報告 我 你其實跟蔡總統報告 可以嗎 好 謝謝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請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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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知道他盡心盡力 做的 當然都不可能百分百就像我 我們整個團隊一樣 不過 我確實覺得國任同胞 應該多給 指揮中心指揮官加油 同時大家一起來努力 院長啊 全世界找不到台灣這個地方 這麼配合政府的啦 現在陳時中部長 以前 像沈一樣 大家不敢逆時中啊 現在發現逆時中才對呀 事實中托錯 請問陳部長 你同意這次 三加十一的決策 是這次大破口的關鍵因素 你同不同意 不是 不知道是什麼 那雲海盛待查驗 是老爺的事情 大家你隨便問一下 路人家路人你 都認為三加十一 就是這一次疫情大爆發的關鍵因素 陳時中部長 你自己下的決定 你要負責 走啦 我要負責 對 所以 什麼叫負責 張文官員負責就是下台呀 政策當然是我負責 那其他也不是委員叫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啦 那我跟委員解釋就是說 三加十一是去年行之一年的一個政策 沒有三加十一以前以前是九 五加九 沒有 以前是五加九 在一月一號以後加強 然後加強以後就是要把它管理把它做好 然後管理到一定的程度也篩檢了九千多位之後 那就回復到十二月去年十二月那時候的規定 但是又加上一個需要再採檢陰性 所以比去年還要更嚴格的一個方式來執行 外界都認為 這一次的大破口 你聽我講喔 我的時間 其實尊重我 這一次外界都認為 大破口 其實我也知道你們兩個做得很辛苦很認真 但是 人命關天啊 你長在那裡讀句啊 你打瞌睡啊 你在那裡讀句啊 那是休息啊 你聽他讀句 你在那裡打瞌睡 沒有人同情你 因為你做得不好 我也不需要大家來同情 只有苦勞 只有功勞沒有苦勞 那是中途休息十分鐘的時間 我告訴 這個院長 你們既然站在這麼重的位置 在這裡只能談功勞 沒有談苦勞的 你今天陳子中部長 每天睡覺 做得好好的 他再給你鼓掌 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每天 做到沒有那麼死 做不好到破口 被人當屁股 就這樣子喔 所以 我要強調 等一下我要強調的 指揮中心 已經 人家 人家 不是在 執行時間工作時間 渡顧 這樣把他扭曲不好 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 已經變成政策殺人中心 變成吹牛中心 變成說謊中心 吹牛中心 是國外的媒體 事實際下媒體說的 v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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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中心 說謊中心 你的蓋牌 你來個什麼俏正回歸 這個 現在啊 蘇院長你很聰明 你躲起來了 蔡英文總統還說 要成立 竹竹苗聯盟 我一直在位置上 從沒躲起來 我們用全國之力 行政院整個團隊在承著 跳出來做這事情 然後看不到你啊 這個東西 部長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楊瓊英委員 會主席蔡副院長 本席想邀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除트를稍 sprayed 他沒有 算他自己的 sex 大家好 委員長 我們一起來 看看 今年2月跟 這次6月份 針對購買疫苗 委員長 你怎麼說 到8月前预计 共约有1000万剂的疫苗文道会 Stravenica疫苗 我们够得1000万剂 大概在今年第二剂 可以获得Moderna疫苗 我们得到505万剂 大概在今年的第二剂 可以取得 到8月前预计 有1000万剂的疫苗文道会 我们的疫苗政策实在有搞乱 人民非常忧心 所以我们用数据来讨论事情 总统被蒙骗了吗 院长你也都不知道 不清楚 放着不修正吗 我们来检视 在5月18号的时候 蔡总统视察CDC的时候 他宣布了7月底有国产疫苗 5月26号他说8月底含国产1000万剂 前后8天 国产疫苗差了一个月 接下来我们看幕僚 5月28日 新闻同天出现的陈松部长说 10月底打6成的疫苗 但是在同一天 蔡总统接见了陈建仁先生说 年底打5成 两边同一天差这么多 公信力到底在哪里 是谁说了是真的 现在我们再看 5月26号 疫苗只跟原厂恰够 暗示了辉瑞生产的地有问题 那但是在5月27号呢 去年的11月 庄仁祥先生就已经出面 纯清说 产地是德国 接下来我们再看 5月26号 未来将透过COVID-19的平台 取得了原厂疫苗 政府不知道 COVID-19最多的是 印度血清研究所所生产的授权疫苗吗 印度因为疫苗的疫情的严峻 以前的COVID-191.9亿剂 可以用印度 不可以用德国吗 接下来我们再看 国产疫苗 没进行三期的实验就施打 医生有说出反对的声音 有人回报给你吗 而且呢 打后仍不能出国 现在全世界的疫苗护照 陆续已经在推出 那么如果打了 没有办法出国 那这是谁来做决策 因此在这样子的数据 本席告知书院长 到目前为止 本席也知道 所有的团队很辛苦 但是决策很重要 因为人民非常的恐慌 每一天最重要的话题就在于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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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到疫苗 这是每一天民众在问的 所以本席要请问 台湾防疫私能 谁要负责 蔡总统吗 还是书院长你 还是CDC指挥中心 陈时中 请你做说明 这些委员 我们都知道去年台湾防疫做得很好 在防疫很好的时候 我们已经超前购买疫苗 购买疫苗 在国外生产的厂 跟输送的链 整个都牵涉到疫苗能不能进来 甚至还有这些因素外的因素 所以我跟大会大院报告 也都是我们跟人家签约大开的时间点 所以我讲的都是大开 这个时间会有多少季 但在过去这段时间来 被种病毒室内 很多生产的国家 甚至于发生疫情 比如印度 比如泰国 很多应该供给的厂商 不只是对台湾 对其他国家也是不能供给多有迟缓 甚至打起官司来 所以疫苗需要是事实 全世界都在墙 也是事实 所以我们对疫苗绝没有任何隐瞒 但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来 确确实实就像鸡蛋还没有孵出来 不能算几只一样 我们尽力希望大家一起体谅 院长你的回答让我更加的忧心 我运用了50秒的影片告诉你 2月份跟6月份你的说明 您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大概 让全国的民众就可以知道 院长你所说的是大概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大概 两个字回应我们 第二个你说 全世界在抢疫苗 全世界在抢疫苗 我们的疫苗在哪里 我们的疫苗在哪里 所以因此我要跟你讨论 不要只有超前 而不部署 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先生 他在5月30号表示 去年编列了115亿 要购买3000万剂的这个疫苗 预计再增加224.5亿元 再来添购疫苗 供全民施打 全民很欢喜 但是本席要请问 请问 我们已经失去了300多位 我们的国人很心痛 一万多人的染疫 我们很紧张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本席要请问 去年115亿 购买的3000万剂 到底在哪里 何时能够到货 我们超前部署了什么 请做说明 我们就是在去年疫情 我们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就已经超前部署 就已经购买 就已经定约 如果我们是到今天 疫情爆发了 我们这个时候才去定约 才想去买 那我们不对 但 我们当时就定货 但现在生产的方 院长 一定要讲过程 我们已经说了 失掉了300 超过300位的国人 我们很难过 请你找方法出来 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疫苗 请说 这个 委员 就好像你去 定过 冷冻 鸡腿 结果呢 你已经定了 他也给你讲什么时候会送到 结果呢 生产方没有生产出鸡腿 冷冻鸡肉来 输送的人 没有半路上没有送 你在这里骂 你自己定货吗 不是 你也是急得不得了 所以 你 当时去定 他也给你讲大概什么时候来 现在 生产方没有生产出来 送货方 出了问题 你会骂自己吗 所以 今天 我们老早去定 超前去定 生产方有问题 输送方有问题 甚至还有 政治上的各种问题 我们今天 也是急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 还在尽力 但 或 上飞机 我们才敢讲 确定 什么时候到 如果没有 都像其他国家一样 大家在抢 台湾 硬心尽力 没有 拿到 我们觉得很 痛苦 但我们确实 夜以继日 在努力 院长 本期真的非常难过 你给本席两个例子 第一个 鸡蛋生出来 还没有生出来 不知道几只鸡 第二个 你说你订货了之后 对方没有生产 所以你收不到 这些疫苗 你这两个举例 让国人更加的恐慌 所以本席仍旧要诚意的请问 其他的国家 有疫苗可以打 我们没有 你用这两个举例 本期真的无言以对 我们的民众更加的恐慌 我们只能够靠政府 所以我仍旧要请问 我们所谓的 一百一十五亿购买的三千万剂 什么时候会到货 我们今天 要再追加全力支持的 两百二十四点五亿 那这个 经费要送到立法院 我们全力的支持 请问 什么时候疫苗 可以打到国人的身上 请你再做说明好吧 不要再举这些例子 让民众来恐慌 请问 撕掉了三百位以上的国人 一万多的 这一个 兰疫 你用这样的基础点来谈话好吗 来回应好吗 我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预言上的例子 大家耳熟能详 一个是生活上的例子 大家都亲身体验过 这样比较明白 你拿出政府有能的能力 方法 所以再请教 你竟然没有办法回答本席 上一个问题 请教 国产解盲 因为府院党都说在七月份 那么得以到位 刚刚院长你也说了 疫苗的研发是科学 部长也说了 存在不可控制 跟不确定性 一切依科学 那所以请教 在这个如果万一解盲失败的时候 我们预计在八月 同步要补足一千万剂的疫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 请做说明 什么样的备案 请做说明 谢谢 政府对疫苗都用最严谨的态度 要求安全性 有效性 一切以科学 请问万一 我们有什么样备案 因为我们一再听到 什么时候可以来 但是都私信于民 所以民众恐慌 所以本席要再次请教 当然我们希望成功 但是如果万一解盲失败的时候 那请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备案吗 解盲就是用科学 有什么样的备案 请教院长 那我们对于这个 完全由专家委员会 信任专家专业的判断 请问依照科学 万一解盲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什么备案 我请部长给你报告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要强制解盲一定成功 我们希望他成功 用科学 对 希望他成功 万一 国内有能力 来做这件事 两家厂商 我们都同时予以讲座 那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我想就是说两家里面 如果不成功 我们有什么备案 本席要请教 那就是用国外采买的疫苗 来做施打 好你请 请院长 如果万一解盲失败 部长的回答是说 用国外来指引 八月底 我们府院党都说 我们八月底有一千万剂 会达到吗 我昨天才在贵院报告 我们八月底一千万剂到位 那现在如果国产疫苗解盲没有成功 我们原来的多元管道 就少了一个管道 所以就不会到位 政府没有办法 要他一定成功 所以请教 就是解盲如果不成功 不会强制民众党 是不是 当然了 常年 所以换句话说 一千万剂在八月底目前所说的也不一定会到位 我们其中有包括国产疫苗 这是我们预计 一百万剂码是吗 一百万剂码是吗 不要再让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 加油 所以接下来本席要请教 目前指挥中心所施 这个公布施打疫苗的这个对象有十一类 一到九类是四百五十五点六万人 第十类是三百八十七点五万人 第十一类是五百三十万人 那依照主技术所做的统计 一百一十年四月份 二十岁到四十九岁就业统计的人口呢 是有八百一十万 那请问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些人可以打疫苗 如果不打疫苗 社会经济秩序要如何恢复 同时要怎么样因应 请教院长 事实上施打疫苗的策略 当然要看我们的供应量 请教院长 这个委员 相关的施打 一方面看疫苗的量 一方面我们定优先的事序 是以整个疫情防御 的连锁品牌呢都已经夭折 所以本期强烈要求 院长你... 好谢谢 接下来请洪梦凯委员咨询 主席谢谢 麻烦请苏正昌院长 请苏院长 请苏院长 现在到货只有87万剂 没有错吗 我一直都是相关的报告 都针对事实状况 来看一下 院长这是您的2月26号的报告 476万剂 1000万剂跟505万剂 到目前为止只有87万剂 4%的到货 昨天有一个立法委员也直询 说我们当初在去年5月8号的时候 编列1500亿的预算里面 115亿是要预付这个国外采购疫苗的费用 请教 现在这三款疫苗我们付了多少钱 这个要问指挥中心 是 来指挥中心 指挥官 请衛福部陈部长 所以院长您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付了多少钱 很多细节我不会 115亿算细节吗 不是签约的相关 那我们现在付了多少费用 来指挥官 基本上大概就是 一般付款都会有一个签约金 然后再逐批 多少费用 这三款嘛 费用 COVEX我们付了多少钱 我们这都有签保密协定在的 这个也不能讲 费付费 粉席现在没有问说单一疫苗的价格 之前我们疫苗对付的小组也是想是说希望能够了解我们有没有买贵 现在我也尊重是说我们不公开问 但是连我们台湾民众的纳税钱115亿到底有多少钱给的厂商这样也不能问吗 在COVEX就会有一个签约金 然后根据不同的 跟AZ厂商我们付了多少钱 AZ我们现在就进来在里面的19万跟41万大概是61万的 所以我们只付了61万的费用 我们还有前面还有一个签约金 所以付了多少钱嘛 不是 院长 为什么粉丝要问您这句话 其实最重点就是您刚刚也回答杨村委员的时候也讲 用买鸡肉的例子 很浅显 国人听得懂 那我们也要问 如果今天是买鸡肉的时候 买方跟卖方嘛 来您先听我说 买方跟卖方嘛 买方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力去掌控 钱嘛 你没有出货我先不给你钱嘛 希望你可以赶快出货嘛 或者是我可以增加一点点钱 希望你优先卖给我嘛 但是现在台湾疫情这严禁已经三个礼拜三级警戒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些疫苗 国外捐赠给我们的比我们自己买的还要多 那本席就想请教 我们的钱到底有给了厂商多少钱 是不是已经都给了 所以厂商才肆无忌惮的慢慢出货 院长请回答 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球 院长不是这样子 我们付了多少费用 你听我讲嘛 全球 我们付了多少费用 您先告诉我 现在在 生多多少的情形下 这是一个卖方市场 所有 能够上市 能够拿出来的这个大要 所以 院长 能不能先掌握一下 到底我们付了多少费用 还能够来去谈 我们还有没有谈判工程跟筹码 未来 还要等多久 国人可以等待吗 再来 我们看下一张 院长 这两天有传来一个新闻说 我们台湾到底跟日本要求 希望他们捐赠多少 这个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五号的报导 您看下面 佐藤先生 他们是日本的参议员 佐藤先生 回答媒体说 台湾政府正式的要求 午夜下旬的时候说 提供一百万计 后来自民党跟相关的议员协助之下 最终再加上二十四万计 所以一百二十四万计来到台湾 我想日本佐藤参议员应该不会说谎 我们台湾您昨天也讲了 也在国会殿堂正式讲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说只要求一百万计 请教 这篇报导您有什么感想 会说谎的就是我们一些北有用心的人 把人家日本外相讲的话 现在没有讲日本外相 院长 我现在从头到也没有讲到日本外相 这是东京新闻的报导 您也可以请相关的部会去查他的这篇报导 本期也可以咨询之后把这个连结都给您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 东京新闻有说佐藤先生讲 台湾政府这边要求一百万计 如果你没有指示 我们台湾跟日本要求一百万计 日方却说有这样子 那到底中间过程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点要不要去了解 对于我们的友邦或友人 我们不是像根药厂买疫苗这样 我们是恨不得越多越好 那我们 所以佐藤先生说谎吗 您讲的是佐藤先生说谎吗 我们也不能给人家要求多少剂多少剂 只是尽量 一步一步谈各方面都在努力 好来 院长感谢您说一步一步谈都在努力 再来 现在日本AZ疫苗有 据报导讲有一亿两千万剂 现货也有三千万到六千万不等的存货 那国人现在需要疫苗再急 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急迫 我想这一点您也同意嘛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 跟Hobox跟AZ跟莫德纳 我们的一百一十五亿 都还没有全付的钱交给他们 我们能不能拿这些钱去跟日本买 现在他们有的存货 我们已经跟人家签约了 然后把既有的管道把它拿掉 议员是要帮国家买疫苗 还是要破坏我买疫苗 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把新代的合约就破坏掉 然后去买其他疫苗 是不是开玩笑吗 那我们能不能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更快买到疫苗 这一点就是 这一点部长 本席现在要求的就是 不是没有给你们钱 去年一百一十五亿 已经五月八号给你们了 现在审查第四次的纾困日算 四千两百亿 你们又编了两百三 两百六十九亿要买疫苗 所以本席现在只要问 到底我们那么多钱 却没有办法买到疫苗 日本有一亿两千万剂疫苗 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有弹性 也跟日本来询问 我们有没有办法 跟他们先购买部分的疫苗 我们都有跟他们一直在协调 有跟日本政府一直在沟通 是不是 博焱你是国会议员 日本也有国会 我们讲 院长 刚刚会长已经有说 已经有跟日本在谈了 所以院长您的态度是什么 你听完嘛 人家日本是这么有诚意 无常的来送给台湾 还说是 对台湾 311的援助 很感谢 院长 我们非常感谢日本政府 也感谢美国政府 感谢每一个对台湾伸出援手的国家 但很重点 事实是不够啊 对 我们也透过各种管道 包括我们国安团队 外交团队 都向有人一再争取 院长 刚刚本席一直强调一个数字喔 308 上万人的确诊 您跟部长打了疫苗 也许你们还可以等待 因为你们已经有抵抗力 但是很多的国人没有办法等待 我们两个打疫苗的时候 是没 大家不愿意打疫苗 我们才率先打 当时是3月 我们现在只问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帮台湾民众 争取更多的疫苗 你不要讲成好像我们打了疫苗 不是问题 而是行动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政府的行动 这就是重点不是吗 我和指挥官打疫苗的时候 是国人打疫苗 意愿不高 我们率先 呼吁国人出来打疫苗 还记得吗 打疫苗有抵抗力 院长 这个是科学的证据 来 我请教一下部长 我们上一次 有讲到的 院长 现在是我的咨询时间 部长 我们之前流感疫苗 规划 有一天可以最高高达40万剂的施打 对吗 在流感的时候 曾经有这样的记录 那之前 有民进党发言人有讲说 莫德纳一次来15万剂 说因为怕一次打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规划 到底我们一天 如果说疫苗充足 来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也希望 趕快国人普遍施打越打越多 我们现在规划一天 我们的施打的酿人 最多可以到多少 有没有办法比之前流感疫苗还要来得高 当然是有可能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 有信心 有信心达成一天至少40万剂以上 一周要达成100万的这样基本的量 那当然有所谓冲高嘛 所以之前讲 一天一次来15万剂怕打不完 我想您应该不认同这样的讲法 没有 那是因为它的供给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是供给问题不是施打的问题嘛 好 谢谢 来再来喔 部长 现在院长您这边也提到是说 公费免费施打 这一次的纾困预算里面 本期特别看了一下 说我们有编列40亿元 是要给民众公费施打 所以换言之 全民施打不用钱嘛 院长这是你的政策对不对 好 来 之前有讲说自费施打的话 差不多要500到600元 我就抓500元就好 500元全台湾有2300万人 六成的防护力就是1380万 500乘以1380万要69亿 当初说我们只编列40亿 那差距的29亿呢 你那个算法不对啦 不是给600块500块啦 你把那个用来乘 院长你看清楚 你问一下部长 院长你看清楚这个资料 疫苗的费用本期都没有算 之前是说自费 因为要有挂号费有门诊费有相关费用 所以一个医院500到600不等嘛 你让指揮官跟你说明 部长请说 委员这个计算的方式 基本上这个方向没有错 但有些小数目但有距离啦 那我们在第一 所以可能因为我们大量 所以成本可以降低 不用到500块一个人 是不是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打的量 比这估计还更多一点 那所以我们这一期有编了39亿 这个等于是注射各方面行政费用 但是39亿可能不够 上一期就有编另外一个39亿 所以加起来的数目 跟你的数目是差不多 所以上一期你只是2100 第三次的数块预算 对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处置费 我们是编了100块 所以上一期的39亿都还没有用 但是这一期我们又再编了39亿 对 就跟人的算法差不多 就把行政费用什么什么 都有政府来说 还有疫苗是免费的 对 没有错 疫苗免费 其实院长 您真的不用把我当成是敌人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本席现在点出这个数字 这是我一再告诉你的话 本席现在点出这个数字 只是提醒疫情指挥中心 如果编不够的地方 应该要妥善的运用这大饼 好好的去云之 因为国人免费施打疫苗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概念 共同的信念 我们也希望 纾困4.0 第四次的纾困运算8400亿 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也希望6月18号 就是3 6月28号就是三级警戒最后一次了 不要再延长 院长你有信心吗 我非常期待 好 来院长 最后我想请教 部长昨天有讲到是说开放居家快塞 请教居家快塞 目前我们有 因为我们NIT的东西去卖出去快塞剂也都有在居家使用 那现在您松口说居家快塞 我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居家快塞开放 你单回答就好 居家快塞 我们昨天就有 前几天我请厂商 大家一起来 就问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尽快来申请 申请的条件资格都已经有公告了吗 没有 那个本来就是照着藥物来 藥物嘛 但是家用的部分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居家快塞的话 能够变成是家用吗 不需要另外公告 他知道他有这样的产品 他的仿单是写这样的使用 那我们经过审查 那国外也在使用 我们最快您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居家快塞 他已经送件了 所以我是说我们最快 您预计以我们卫福部这边审查 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我请厂商他们要尽快 有多少货就先供应过来 一个礼拜内可以吗 这是他们供货 我没有办法强迫他 来 最后 院长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刚也有委员有咨询到 我们现在警戒已经延长到6月18号 那我们之前您看一下 5月12号的时候 财政部就拍板说 5月12 当时就拍板是说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跟中手税 可以延长到6月底申报 那现在 今天是6月9号 我们已经延长到6月28号 才三级警戒结束 换言之 是不是能够顺意民情 以及照顾国人 让国人不要觉得说 这个时候政府还给他抢钱 可不可以延长时间到7月底 院长 这直接问院长就可以 院长这些台都不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林维州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苏院长 请苏院长 辛苦了 喂 你好 这个疫情很严峻 厌重了 超过一万人确诊 超过三百人 很广深 我们都吓一跳 就是 从5月 20几号开始 突然的爆发 我们本来 大家都认为 我们防疫做得很好 很安心 有政府 其实是大家 民众也很配合 戴口罩 洗手 大家都很配合 全民的功劳 政府也很辛苦 所以我们上半场 真的做得很好 很遗憾 5月24号开始 突然爆发 当然要检讨 事后一定要做检讨 就出事情一定要检讨 像普悠 像太鲁阁事件 事后都要检讨 但是现在是在救災 想尽办法如何控制疫情 最重要 你认同吗 有两个建议 具体的建议 就是要控制疫情 第一个建议 让企业 可以协助购买疫苗 可以协助购买疫苗 现在是我们去努力 也是在购买之外 跟covex也好 跟原厂购买之外的管道 这个就是一个管道 对不对 这个是在covex跟原厂签约之外的管道 企业有没有这个机会 也许也有 譬如说 苹果公司啊 他们曾经发布新闻 说他们愿意提供给台湾的弹导体供应链 疫苗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它的可能性 苹果也不是为了台湾啊 老实讲 为了供应链 台湾的半导体如果断链 现在已经有五家科技公司 有确诊案例 影响生产 甚至停工 晚站停工啊 这个已经开始在影响全球的晶片供应链 包括苹果电脑的 晶片 我们的出口都会降低啦 那个出口量都开始降低啦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因素 他们愿意想尽办法当忙 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能够顺畅 之前喔 我们都不用思考这些问题 那现在的俗扣啊 确实已经在影响 五家科技厂 喔 已经有停工 四十八小时两天的情形 好 我第一个建议 就是希望喔 你们能够定出指引 喔 就是指挥中心嘛 全力还是在这里 当企业能够寻求不同管道 就像我们去寻求美国帮忙 寻求日本帮忙 得到一些回馈 企业也往外去利用国际影响力 寻求管道帮忙进口疫苗的时候 希望我们指挥中心 因为我们的政府是站在协助的立场 这样好吗 好 所以 要有行动啦 第一个要定出指引 如果有这种机会 那是不是定出说 啊 你这个企业 你多少要赞助给这个政府 多少你员工可以用 总是要有一个方法 然后你要能够三方希望企业 因为最近我听到陈思忠部长也讲 开始跟企业跟团体 还有原厂三方来会谈 这个都要定出一个 让企业可以依循的办法 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努力啦 太多嘛 原厂授权如何处理 国内EUA 医疗纠纷的赔偿问题 能够解决 医疗纠纷的赔偿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的方案 那解决这几个问题嘛 那企业才有办法去做啊 他如果真的有管道 才能去接洽 然后跟我们指挥中心 跟政府一起去接洽 让快速的让疫苗可以进来 希望你们展现出这样的态度 愿意去协助企业 然后让企业也可以帮忙啊 这是第一个建议 委员你讲的 内行 而且态度是对的 政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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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企业 那些个人团体 任何人他有管道 可以去有疫苗 不用说监住 只要他能有疫苗 才有管道 政府不但能 那些态度 你只要听到 所有这种可能性 那就要去接洽嘛 不成 不要说监啦 只要能进来齁 他 要自己用都没关系 都是国人同胞嘛 不用说监啦 而政府 就是要 给他帮助协助 协助 用协助的态度 对 那 委员你 我说你讲 内行是你讲到两点 现在国外的药厂 就最怕两点 一个 进来 你要跟他打官司 是啊 所以这个医疗保险的问题啊 医疗伤害 到谁谁要负责 现在他没有成为商品 没有人要给他保险 最重要是 政府要负责嘛 施法后面 跟损害别厂政府负责 所以 为什么那么多药厂发表 我们只跟政府来往 原因也在这里 但 如果哪一家公司 有力量 哪一个个人 有管道 他可以接触原厂 有疫苗 政府欢迎都来不及 我们一定尽力协助 委员讲的 内行 大力的向外宣誓 欢迎企业 能够进口疫苗 因为其他国家也如此 菲律宾跟越南 都有相关的指引跟办法 请你们赶快订定 好 第二个建议 建设性的建议 现在要快筛 对不对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 陈时中部长 部长也请 辛苦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快筛的这个 快筛的这个 事剂 也是透过紧急授权 EUA 才能使用 那目前我们知道 指挥中心 现在规定都要医护人员才能执行 筛检 快筛 现在的产品 现在都是 都是鼻咽式的 要通鼻孔 所以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用的 而且你们现在的指引里面还是有规定 要医护人员在场才能执行 医室 医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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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比较广一点 也许包括护士 这个比较广 不是只有医生 那所以这个要先解决 你这个要先处理好 不然在家里怎么用 我不是医室人员 我不能自己用 不能通报 阳性而又怎么样 所以这个都要先解决 那态度要出来 好 我的建议倒是这样 我比较希望是说 我们这个药局跟诊所 民间的力量 让他们都能够广涉 能够去快筛 帮民众快筛 那不要那么严格的限制 你知道现在我都有问过 所以你如果去看病 有感冒的迹象 你要求说 那我帮我快筛一下 那我帮我快筛一下 诊所不会帮你快筛的 诊所不会 诊所不会 我要一个许 你回去先隔离 几天看看 会不会更严重 更严重 我再来判断 大概都是这样子 我问过去看病的人 那我自己也看过病 这一段时间也是如此 不会说 我有症状 这个流感症状 它就一定快筛 不一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 诊所 药局 最早他们也有医护人员在场 然后做了会比较确实 在美国 我了解的也是如此 他们到CVS的药庄店 连锁店 你人要到场 他帮你快筛 在得来数也可以快筛 会帮你通报 如果阳性怎么样 阴性怎么样 当然你也可以自费买回家 但是那个就自费 如果你是到人到场 CVS到场是免费的 好 我建议 让我们的医疗诊所 药房 药庄店 都能够贩卖 而且帮人家做 帮民众做快筛 他们也比较专业 这样子快筛的能量就够 否则你现在设快筛站 要通报 你去 你才去 还有 太多人去又要排队 紧急的时候 像晶元之前 为了要快筛 快一点 就排队 又群聚 如果让 人所 药房 这个数量多 能够成为 微型的快筛站 那个量能就会出来了 好 这个是我的建议 当然这个要解决几个问题 对 第一个要你们那个指引要拿掉 就是 你如果说完全要快筛站 才能快筛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做 我们现在在规划 好 请你们尽快的规划 规划 在诊所 不过我们只能够规划是自费快筛 那如果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最少一次的免费 健保给付 当然不是说 叫你 大家现在就自己去做 不是啦 有总控 你自己去做都没有总控 但是有免费最少一次 在国外 是算隔月的 有时候 有时候一个月做四次 你知道的 我知道 学校都是每个礼拜做快筛的 那我们没有这个量能 那我们要想办法解决 希望 诊所 药妆店 药房都可以成为 微型的快筛站 那去 指挥中心这边 要想办法解决一些指引的问题 还有供货的问题 EUA授权 让他们可以去购买的问题 用的快筛 台湾不缺 台湾国 不缺啦 有啦 台湾还出口很多快筛 四季 台湾每个月的生产量很够 够 量够 好 再来下一个 再来就是谈到纾困啦 好啦 这时间的关系喔 苏院长 现在我们现在有纾困方案 虽然说730万人可能领得到 那意思就是 还有1700万人领不到 这里面当然有的有钱人那不用讲 那 要怎么排富 你们也可以提 但是很多人确实 好 举几个例子啦 太多了 这种样态 我最近就接到一个 他在新北市的菜市场 菜摊那边当帮工啊 他 他 他 小孩 两个单亲 他是单亲 女生 然后呢 小孩呢 一个国中一个高中 他什么都领不到 打工族啦 也没有保职业老保 也没有保职业老保 老板当然也不可能 菜摊喔 也不可能帮他保老保 他就什么都领不到啦 这种很多 这只是一个例子 几百万人 是这种状况 领不到现在的纾困 请你们去快塞啦 你把它塞出嘛 你把它塞出嘛 领到的就不要再领 其他的人像这种辛苦人 救命钱 一万块 一个人一万块 有人五分 一人一万 最后 住院长 我们现在已经三百个人死亡 每个都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流行病不一样 都是政府要负起责任 大家一起来负起责任 每一条生命 都是无辜的 我们都要负责啦 谢谢 接下来请林思敏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请我们书院长跟陈部长 请书院长、衛福部、陈部长 院长慢慢来没关系 好 院长 首先请教院长 我想这个今天有媒体报导 现在有很多台湾民众 持台胞镇到大陆打疫苗 其实也听说 大陆为了台湾民众 准备的绿色通道 一旦入境检查没有问题 就马上施打第一剂 隔了十四天 起买 又打第二剂 将请教院长、吉部长 对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有第一交通部报告 虽然赴美的旅客有增加 但不是一种爆发潮 是 是不是互美打疫苗 我们不好做评论 不过 凡事 移动 呃 院长是到大陆 不是美国 现在问的是到大陆 打疫苗 大陆的也没有增加很多 也不是爆量 但有增加 是这样的状况 不过 没关系 委員第二个好像是说 什么绿色通道 什么意思 什么绿色通道 他现在也 呃 为我们台湾人民去那边打 疫苗 他有绿色通道 就是你来了 马上跟你身体健康检查 没有问题 就打第一剂 然后隔了14天又打第二剂 所以我们也蛮多 我们的台湾人到那边去打疫苗 而且是美国的数倍之多 所以跟刚才院长讲的 说美国比较多 好像跟事实不一样 呃 院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简单回答啦 院长 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不同的做法作业 那对于国外的处理情形 我们都会尽量了解 但 我们国家对于从外国进来的 由我们CDC 指挥中心所定的规范 好 院长这样说好了 我想这个 我们看到国人不管是赴美国 或者是赴大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国人都出去施打疫苗 我想这一点 我在这边要特别请我们的政府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疫苗政策失败 所以才会造成说 我们民众等不及 才会去向 自行向外求援 到国外去施打疫苗 所以 赶快 取得疫苗 满足国人的需求 可以吗 呃 我们一直在努力 要取得疫苗 那这个世界各国也都同样 可以 好 谢谢 院长 有关疫苗的问题 我待会再跟您请教 我现在先请教您有关这个普筛的问题 我想最近几天我们陈部长也松口了 考虑厂商进口个人新冠肺炎的试剂 提供给国人自行筛检 居家检疫 即将检验 请问院长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政府 现在就同意进行全面的普筛 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 这个我请指揮官说明 好请部长回答 并没有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普筛 但是相关的企业 想要进行这些普筛 或者在诊所来做相关的一些快筛 这个我们都会予鼓励 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政策 已经同意就是进行全面的筛检 包含企业的快筛 或者人民有厂商进口的筛检计 他也可以做居家的筛检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同意这样 是不是这样 请部长回答 对 当然在居家里面做 那就是他的访单 他的适应证是有包含在居家 好OK 我想昨天部长回答 我们委员的一个这个询问 是说台湾的厂商没有生产 供个人居家筛检的这个快筛剂 只有专业医护使用的快筛剂 但是这个没有国产 但是我们在这个网路上查询 我们看到说在香港超市 就能够买到台制的快筛试剂 所以请部长院长 你们了解一下到底 我们政府有没有掌握 国际的实际状况 为什么部长您会做这样的回答呢 明明台湾本身就有生产 我们可以供居家检疫的快筛试剂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那个都是专业使用比较多 在他的访单 从他在国外另外提出申请 那台湾生产很多 就是我们的快筛剂 那也包含出口也很多 所以我们也有台湾的厂商 本身也有能力生产 居家检疫的快筛 就居家检疫的快筛试剂 对不对 我想这个能力应该是有 可是他这个要负一点责任 所以我延续刚才林伟舟委员的一个质询 敏感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由政府 而不是现在我们这么慢的去部署 由我们的厂商来进口 是不是政府可以要求我们的国内 有生产这些快筛试剂的这些厂商 我们由政府出自来购买 然后提供到诊所 让人民来做免费的一个筛检 刚才林伟舟委员是做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再次的询问您 是不是可以这样 在做筛检其实还是由医疗机构 政府来购买这些快筛 还是由医疗机构 就他们这品质的一个信任 我们就是把它由诊所 我们请诊所这些医护 来帮我们做第一 第一线第一时间的快筛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让诊所也来做快筛 好 我想这个院长 我们本党国民党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的要求说要做普筛 特别是针对我们所有入境的国人 或者是旅客 但是我想指挥中心过去就是自信满满 很有自信心 停不进去 现在疫情严重了才想做 但现在做已经不是你们所谓的超前部署了 现在是根本已经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了 所以现在要加紧做 赶快做 扩大做 院长跟部长你同意吗 现在卫物部 就整个情况都如疾管中心所发布的 正在做 赶快做 破大做 我想现阶段绝对要赶快做 我们才能够去赶得上世界其他的国家 我们看到在牛津大学的统计里面 台湾每千人累计的检测数 永远是在倒数前三名 这是6月1号所做的一个统计数字 台湾人每千人只有23人做过检测 欧洲有很多国家已经超过千分之四五千了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做过重复做过四五次的一个快筛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检疫的事迹可以自行的居家筛检 随时随地可以做 可以很多人他就可以重复的来做 来去检测说自己体内有没有新冠的病毒 所以院长这个赶快来做筛检计 赶快来请我们国内的厂商来制造这些快筛计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超前现阶段超前部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请问院长和部长您同意吗 可能有一些意见大家可以来交换一下 就是说这些国家后来成功 并不是因为这些筛检的关系 他们筛检都是因为他们的病例数非常的高 那后来这些疫情会下来 那事实上是因为打疫苗打到一定的成就 那筛检的数目当然也很重要 但基本上要看筛检的阳性率 如果这阳性率很高的话 那当然要继续往下筛 那台湾的阳性率一向是非常低 我们针对高风险的去筛 风险就阳性率低 那现在进来疫情起来 那阳性率变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再扩大的筛 但是以前这并不是因为筛检而成功 部长您这个说法是以前 我们现在希望说现阶段 现阶段我们的疫情已经在高峰期了 那我们如何去了解到说 我们的人民体内有没有无症状感染的病毒 所以透过快塞剂来做 因为这些人这些的确诊的人 他现在社区感染本土感染太多了 到底我们的人民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人民 他这些热区的人民 他如何赶快的能够取得快塞剂来做快塞 是他最担心的 但是我们现在明显 现在我们的量能根本不足 就是快塞剂不足 我们要医护人员来做 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在这边才会要求 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来要求我们的厂商 来生产制造这些快塞剂 所以必然要扩大塞剂 反正现在要赶快来做了 OK 院长这些快塞剂 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德国生产的波省的检疫四季 一剂是3欧元折合台币是100元 民众在药局超商很容易就买得到 结果现在台湾有药商准备进口跟药局报价 一剂是台币500元 这根本是暴利 来我们看各国的情况 那么各国不仅很早就推行普筛 而且非常便宜 美国是333块 在药房零售商场线上通路都买得到 英国政府配送免费 德国自主快塞剂在卖场超商也买得到 是100块 奥地利是100块 那我们看邻近的韩国 在药庄店卖场超商也都买得到 大概250到300 所以我想请问院长 你们认识 台湾可以容许这些进口药商这样轰抬物资 轰抬防疫物资的价格吗 现在指挥中心推行的企业快塞也是一样 疾管署提供15家 供应快塞系的厂商名单 但是我们企业组一间一间的问 大部分都跟他们讲没有货 就算有货一剂也是六七百块 所以我请问院长我的结论 你们认为需不需要成立快塞国家队 来稳定我们快塞四季的价格 防止烘抬 我们政府的态度就是不容任何商品 囤居基齐或者利用危难的时候赚起暴力 这是态度 但关对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个商品 是怎么样子情况 反而是由CDC指挥中心 就相关商品是应该怎么样子做法 专业的来判断 我想政府应该也要去了解 这个实际的快塞四季的 现在目前市面上的一个价格的状况 我们最好就希望能够成立快塞国家队 我们统一由我们的政府 来请我们这些厂商来跟他做收购 然后我们统一一个价格 这样可不可行啊 我的问题是在这 这可以研究 那现在我们所了解 在台湾这些快塞世界 大概介于300到500之间 那我相信在未来是因为使用量大 好 我希望能够指挥中心也能够了解它的价格 好接下来我同样是企业快塞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足足描视台湾电子产业的重症 现在足科的足南园区陆续传出员工染疫事件 而且厂商的加速人数都不断上升 厂商都很有危机感希望进行企业快塞 可是现在不仅买不到快塞试剂 指挥中心还要求厂商自备隔离安置场所 如果员工快塞出现阳性 他们要自行收容等待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 院长您觉得哪一家厂商会没事预留 拥有独立设备的空间或厂房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又有哪家厂商拥有专业的人力 天天进行消毒还要共餐 我想这些明明都是政府的责任 怎么随便甩锅给企业或厂商自行负责 指挥中心难道没有建置好配套 就这样匆忙上路吗 本席想请院长立刻 我们请指挥中心与地方政府协调 建立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 负责安置契约快衰阳性员工 院长同不同意 部长同不同意 委员现在就是这样在做啊 现在就是这样在做啊 有在做啦 有跟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在做了 有在集中检疫所啊 但是我们只是说 企业如果未来要做 事先开始做就要先联络好 不要自己在那边做 然后到时候就地方没有地方放 有关系部长 你就同意我的建议 你就同意我的建议嘛 就是积极要跟地方政府来 做一个联系 然后赶快由我们政府 来这个安排契约快篩 快篩阳性员工的防疫旅馆 以及集中检疫所 好我时间有限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疫情严重 大家知道现在唯一有效的解方 就是疫苗 请问院长 你知不知道 美国总共买了多少疫苗 我告诉你啊 美国跟各家药厂累计采购八一剂 日本呢 采购了四点五一剂 那台湾呢 院长在二月讲说 预计AZ一千万剂 莫德纳五百万剂 那么在这个预算专案报告告诉大家 到八月底才有一千万剂 而且其中一百万剂是国产的疫苗 院长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其他国家真的是超前部署 但是行政院和指挥中心过去过分骄傲自大 对整个防疫和疫苗准备工作掉以轻心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看到全世界 大家不计成本重复的下单 去抢购疫苗或者代工 但是我们都不当一回事 所以请院长 这个 这个敢不敢回答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国产疫苗 你一直讲说七月底 就可以我们就会去购买 你也昨天回答高宏安委员说 一百万剂 八月底一百万剂是国产的疫苗 那你敢不敢保证我们 这个还没有解盲 二期还没解盲 三期还没试验的国产疫苗 一定 有没有解可能 那些岑是国产疫苗 这四個该可不得了 六个国产疫苗 就是国产疫苗 还有 国产疫苗 还有国产疫苗 还有国产疫苗 应用不得了 陳指揮官 請蘇院長 衛福部陳部長 院長好 部長好 館長好 館長好 我想現在整個疫情其實非常嚴峻 我們三級警戒也延長到6月28號 確診人數也破萬 死亡人數來到了308位 那我想在這麼嚴峻的疫情當下 我想國人真的非常期待 生活能夠恢復到正常 那我想先請教院長 就是在一個月前 院長您和整個行政團隊 有想到疫情會這麼嚴重嗎 我們一直希望疫情不要嚴峻 但後來變種病毒進來 確實疫情比原來的疫情還要來得快來得及 所以很顯然喔 院長可能並沒有想到 因為任何行政團隊 他在決定任何政策的時候 都應該設想不同的狀況 要做最壞的打算 萬全的準備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當疫情突然爆發 5月24號開始 提升到三級警戒 我們看到民眾希望的疫苗 疫苗不夠 我們看到篩檢量能也不足 才會有篩車校正回歸的問題 也看到整個第一線的醫療量能達到緊繃 我們一線的醫護人幾乎累垮 所以之前講的很多超級部署 現在聽起來非常的諷刺 那現在疫情這麼嚴峻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開始施打疫苗 國人也很關心 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恢復到正常生活 唯一的解方看起來就是疫苗 所以我想請教院長 我們看到其實政府整體採購疫苗的規劃 之前我們已經簽約採購了兩千萬劑 5月28號也跟國產疫苗廠 簽約採購了一千萬劑 那這次送進來新邊的預算 預計未來要採購一千五百萬劑 我想這是目前政府整體採購疫苗的政策 對不對 對 在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不過我們現在也開始要啟動 在明年的次世代疫苗的一些預採購 好 所以目前規劃整體加起來四千五百萬劑 對不對 之前兩千萬劑 5月28號簽約一千萬劑 然後預算新邊的預計採購一千五 好 所以這是整體的規劃 那我們看到相對應的預算 院長部長請看 好 上一期我們追加預算一百一十五億 目前已經簽約採購兩千萬劑 沒有問題 好 那請教 院長 那這一次我們新追加的預算裡面兩千五百億 有兩百二十四點五億 這要預計採購多少劑疫苗 上面是寫的一千五百劑 不過我覺得這些有彈性的 因為這個很難去掌握這市場的價格 跟次世代疫苗的價格到底是多少 好 所以這一次要採購一千五百萬劑 然後我們是編列了兩百二十四點五億 那我想先請教院長和部長 我們看到上一次一百一十五億買兩千萬劑 那這一次我們編了將近Double一倍的預算 買到反而是比較少的疫苗數量 請問院長和部長是什麼原因 因為在第一期在AZ 我們那時候也簽約的早 然後那時候AZ跟牛津大學 對他們的疫苗並不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相對的價格是比較低 那未來就不見得會採用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就不太可能有這麼低的一個費用了 好 那 所以認為你們預估編列整體預算 預估疫苗的價格是翻倍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在規劃預算的編列上面 編列的時候我們大概都是用一千塊左右 一千塊 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 那 所以之前我們兩千萬劑已經前面採購 接下來我們要採購一千五百萬劑 好 那 我們回到前面這張圖 好 五月二十八號 我們跟國產疫苗兩家廠商採購一千萬劑 請問經費從哪裡來 經費當然是從預算裡面來 哪裡的預算 那當然前面的一百一十五萬 一百一十五億以外 還有其他可以流用的經費 所以適用流用的經費 好 所以很顯然 第一個 我們五月十八號簽約國產疫苗廠的一千萬劑疫苗 不會是我們這次新編的 因為五月十八號 我們連紓困條例都還沒有三讀通過 更不用說預算書送進去法院 所以不可能 好 那如果照指揮官所講的 之前的預算 因為我們並沒有一次就把錢都付掉 而且有一些他如果沒有成功的一些狀況的一些條款 所以並不是就直接購買了一千萬 所以第二 請教院長 如果是之前一百一十五億的預算 但是採買兩千萬劑疫苗 這筆預算已經用完 我們看到衛福部你的網站上面 預算執行的公開資訊 從二月份開始 一百一十五億就已經用完 而到最新 今年五月三十一號 甚至這預算不夠 我們要編一百二十一億 所以請教到底 我們五月十八號簽約的 這兩家國產疫苗的一千萬劑 到底經費從哪裡來 我們可能如果不足的話 我們就動用原來的那個 有一個五十二億的那一部分 五十二億是哪裡的預算 就是在上一期的預算 上一期的預算 但是上一期採購疫苗 一百一十五億用完 所以有流用嗎 但是你的公開資訊 沒有流用啊 你看到黃色的數字 是已流用之後 我不知道這是現金帳還是什麼 如果是現金帳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錢還沒有都付出去 沒有關係 退萬不言 如果你上一期的預算 的確還剩下所謂的五十二億 那請教院長 這五十二億採購一千萬劑國產疫苗 夠嗎 還是這只是簽約金 這不是全部的價格 不是全部價格 所以超過五十二億 不問的價格 所以你會要動之到哪裡的預算 這一期追加的預算 對不對 會用到這一次 但是我們新編列的兩百二十四五億 會用到多少 會用到 會用到 但是因為 多少比例 因為現在它還沒有那個就是EUA 所以到底這裡面會到哪一段會停下來 其實現在還不清楚 對啊 但是我們今天要審查你的預算 我才知道 要何可 給你多少預算 你編了 兩百二十 將近兩百二十五億 那你說 五月二十八的一千萬劑 有些微款 會用到這一期的預算 大概多少比例 我們這個初期的款項大概 付的沒有很多 會動用到的 那如果將來這地方 就好像剛才有委員問到說 那萬一這個解盲失敗 那國產這不能用 當然我們這個錢還是會拿來 積極再來國外再購買 好 所以了解 就是一定會動用到這筆 預算的經費 那再請教 所以這一次我們編的預算 剛剛指揮官也講 是要 將來採購一千五百萬劑的疫苗 那這一千五百萬劑疫苗 有多少 是國產疫苗 當然如果有解盲成功 如果解盲成功 順利量產 那這邊我們就一千萬劑在這裡 五月二十八號簽約是一千萬劑 然後未來 是要採買一千五百萬劑 我先講的是 這一次編列的預算 將來要採買一千五百萬劑 裡面有多少是國產疫苗 那要看看 如果 剛才提前一千萬是成功的 然後效果 安全性如果都好 如果都解盲成功 全力量產 我們有開口的合約 我們可以去買它 那我們可以 大概佔多少比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還是在跟其他一些大廠 都來談 那要看供貨的一個時序 那大家誰比較前面 我們當然就會引用誰 所以你們預估 因為你匡的這個預算 剛剛是也一計大概一千塊嘛 指揮官講 對 所以大概有多少你們估 會是國產疫苗 我剛才講過說 誰能夠供 因為國產疫苗也不是 無限量的可以來供供應 尤其高端 他們那個生產就會比較長一點時間 所以要看看跟其他的廠商的供應的情況 再來決定 好 那我想我們當然也希望 國產疫苗二期解盲 能夠成功順利量產 然後開始施打 但是 現在解盲結果還沒出來 如果解盲沒有成功 政府的備案是什麼 我們就是還是一樣 我們跟現在一樣 我們現在都是積極跟國外都在談 好 那有可能性的 我們就會把它簽下來 因為現在看起來 政府整體 包括疫苗採購 疫苗施打的政策 都只是朝向 疫苗解盲成功的方向 在規劃跟制定 但是如果 解盲沒有成功 雖然我們不願意看到 如果 解盲失敗 到底政府的備案是什麼 不能講說 那我們就 跟國外積極採購 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都已經在跟國外 一直在談 只要有一些相關有量 我們都是願意買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 整個國際在搶貨 所以有點困難 但我們只要 每一條線 我們都不會放棄了 因為 疫苗解盲 答答兩個 一個成功一個失敗 我認為政府 你所謂真的超前部署 你要設想各種可能 而有完整的配套跟應用方案 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這會牽涉到 萬一 萬一解盲沒有成功 整個疫苗施打的期程 會被影響 所謂真正完整的備案是什麼 相關的期程不受影響 包括原本預估的 7月底進入量產 開始施打國產疫苗 如果解盲失敗 勢必沒有辦法 第二 原本預估 8月底 到達的1000萬劑疫苗 很顯然 沒有辦法足夠到達 然後原本預估 10月能夠全體免疫 覆蓋率達到 60%的施打率 也勢必可能要往後拖延 所謂完整的備案 是不影響這些期程 你如果要說去跟國外採購 那當然要到位 期程不變 這才是完整的備案 很顯然政府沒有想到 如果解盲失敗 你的備案是什麼 很可惜 沒有關係 這還在談啊 我們要看具體的方案 而不要影響到相關的期程 所以其他我就不去買 不去談 沒有 我們還持續談持續買 不只是持續談持續買 而是你要確保 我們相關民眾 可以打到疫苗 而且是照相關的期程 否則我們真的 看不到盡頭 民眾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 三級警戒 降回來 民眾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 恢復到正常生活 經濟活動 什麼時候可以復甦 這才是民眾關心的 好 如果 真的解盲成功 順利量產 這也是國人所期待的 那當然 國人關心 疫苗護照 我們看到歐盟 包括歐洲議會 跟歐盟成員國 開始 預計今年七月 就要推出一個 歐盟數位的新冠證明 然後 通過這證明的要件 就可以 往返歐洲這些國家 那 國人擔心 如果今天 施打國產疫苗 有沒有可能 不被 國際認證的 可能跟風險 這個還是要 持續的努力 跟溝通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 國外的疫苗人多 AZ這些都會被認可 莫德納子都會被認可 那 國產疫苗 那仍然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跟風險 什麼樣 我們的國產疫苗 如果開始施打 沒有辦法 即時的得到國際認證 這樣的可能跟風險 有 當然有 那怎麼辦 政府的因應方案是什麼 如果在使用這東西 我們會提醒民眾 就是在目前來講 這個疫苗 處理在世界上 所謂相關的一個status 是怎麼樣 那民眾如果有些 是有特殊學 包括 工作上面需求 他是商務人士 他需要往返其他國家 學生 他適應到學校 求學 到國外念書 甚至有些民眾 他可能健康因素 他想選擇國產 他不想選擇 某一廠牌的國外疫苗 怎麼辦 也就是最終 民眾到底有沒有辦法 自己選擇施打哪 一個廠牌的疫苗 目前當然是根據攻擊量 跟排序 那他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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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 在我們大量 可能下一波 什麼時候會大量 充足疫苗 開始的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八月底一千萬金進來嗎 以前就可以了 多少 什麼時候 比較大的量進來的時候 就讓開放比較多的人的時候 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具體的騎乘 否則這些部分民眾 他有特殊需求 包括工作求學 健康 或是需要旅遊的 他必須要了解 什麼時候 有充足的疫苗 我可以選擇 然後我才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必須要盡早的規劃出來 接下來 非常地 需要非常地努力 但是也確實這些 真的不是能夠完全操之在我 但是我們真的要 盡很大的力氣 所以政府應該要真的做好 事前萬全的準備 做好各種方案的因應 跟政策的制定 而不是讓民眾看不到 無所適從 到底盡頭在哪 最後我想提兩點紓困請院長 來考量 第一個 對於這次民眾很多反應 希望能夠減免水電費 能不能做好 特別是住宅民生的部分 因為這次剛好碰到5月中開始 6、7月 夏季用電非常的高 另外能不能取消 夏季電費的費率計算 然後企業用電跟用水 可以比照甚至優於去年的方案 院長願不願意來做 我們正在整個滾動檢討 那委員今天的指教 我請相關部會 還有台電等 我們一起檢討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在家上班學生 在家上課 用到 碰到用電高峰 我希望這一點 民生住宅的用電 三個月為期 水電減免 好不好 我請他們 好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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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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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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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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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